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聊着乾隆皇帝实选武功的第一仗 就是大小金川之战 这乾隆皇帝千挑万选的大将军张广四 刚到这个金川前线一冲一冒就败下了阵来 乾隆十二年的下半年和这个乾隆十三年的年初 在这个金川前线这仗可以说打的是一塌糊涂 这乾隆皇帝接到奏报以后 他坐在京师他不信呢 小小藩子反贼呀 无非也就是几千人之众 加上这个驼背的老人和吃奶的孩子呀 也不过才几万 差不多呀十倍于这个金川兵之众的朝廷官兵 他怎么就拿捏不住这小小的藩匪呢 这碉楼难道就有这么可怕吗 区区几座碉楼 爱铸成的攻势就能阻挡我大军的前进之路 我觉得乾隆皇帝在这会儿就已经有了换人换帅的心思 只不过呢这乾隆皇帝呀他心里明白 哎他是帝王他有帝王之术 他知道啊这个镇前换帅呀那是有乱军心的 并且呀这个换谁那是个大问题 乾隆皇帝对换不换帅的事啊他犹豫不决 但是啊也不能就此把乾隆这事就晾着啊那还打着仗呢 具体这乾隆是什么情形光听这张广四给我回奏可是不行 我得派一个老成持重的大臣呢 我信得过的到乾隆亲自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于是啊这乾隆就召见了一位他的心腹大臣 谁呀户不尚书搬帝 这乾隆的张广四打了败仗之后自然是向朝廷要兵要想要粮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借此机会把这户不尚书搬帝呀派到了乾隆 说是啊给这张广四去协调这个良想君资 实际上啊也是为了看看这乾隆的真实情况 咱们先按一下这乾隆皇帝在京师愁措 并且呀派人去乾隆侦查咱们暂且不聊 咱们再说到这个金川的乾隆 这会儿的金川前线呀更是乱了赢了 这副将张兴啊和这个游击陈礼 这两个人啊带领着一支队伍 大概呀有不到一千人吧 在张广四第一次的战略部署当中啊 是这样安排的 让他们呀带领着这支部队 突袭这个大金川吐司的要塞瓜尔牙 咱不是说了吗 这想法呀他这个很丰满 现实啊他很骨感 结果呢没打上去 打不上去也不能退回去 于是啊就把这些兵马呀 扎到了瓜尔牙下 马帮山山梁的右侧 谁也没想到 这瓜尔牙上住的土藩兵啊 竟然有一天夜里突袭的这里 包括这张兴陈礼在内的五六百名士兵被杀 跑回去的呀 只有区区的三百多人 这一下子死了五六百人 那可是开战以来呀最大的失败 张广四瞒不住了 于是啊就向这朝廷写了封奏折请罪 请求朝廷啊把自己交不易 这乾隆皇帝啊看完这个奏章之后 虽然很生气 但是啊他也决定啊还是先让自己的这个钦差 护不上书班帝到前线呢看看形势再说 于是啊就给这个张广四发了一封上誉 偏僻势力 主将巨无可辞 但果能全局取胜 中间稍有错虑 尚在可原 哎这乾隆皇帝也是稍微安抚安抚这张广四 他跟这个张广四说打仗嘛 哪有不打败仗的 一次两次的小失利呀 如果不关乎于全局呀 那是可以原谅的 发完这封上誉呀 这乾隆皇帝可是没闲着 打破这个钦差班帝呀 赶紧去前线 还让这个班帝呀 给张广四带去了另外一道上誉 这道上誉呀 可就没有那么柔和了 最终不能进取 尚可畏于兵力卫足 尽张广四所请 调兵铸炮随奏随准 抽拨调取 增兵多知万语 君威不为不壮 春间既应鼓勇克节 若迟至五六月 善不能乘机奋速 将使士族聚气 一笑群蛮当作何究竟也 这华上意思就很明确喽 说一开始啊 你说这个兵不足 炮不力 这回行了 兵掉给你 炮给你助心的 你说这冬天不好打仗啊 咱们就歇歇 可是到了这个五六月间 到了春天 你要是再打不赢 那士族啊 就该泄气了 金川当地的土人啊 就会瞧不起咱们大清的朝廷 到那个时候啊 张广四啊 张广四啊 你瞧这吧 可是这会儿 金川前线的统帅张广四啊 分寸早就乱了 他哪能拿得出 什么真正的对敌方略呀 就在他抓耳挠腮的时候啊 这钦差大臣班帝到了 看明白这前线的情况之后啊 这班帝可就开始 向这朝廷小汇报了 这班帝跟这个乾隆皇帝 在信中说呀 说前些日子 这贼手们啊 派过人来请降了 可是啊 被这张广四拒绝了 哎 不过不能怨张广四 明眼人谁都能看得出来呀 这是贼兵啊 在试探军情 可是啊 这各营当中 一些愚钝的将领啊 他们不明白 他们觉得呀 这贼兵啊 只日就可降服 不过呀 和预料的一样 这些个贼藩呢 就是想试探一下 在这个谈派的间线呀 他们仍然派兵 吸扰各营 这样一来呀 这帮将官呢 又害怕了 他们就想起春天的时候 张兴兵败一事 他们觉得 唠到土人手里呀 那就是一个死肉 所以说呀 这畏首畏尾呀 就更不敢出战了 乾隆皇帝 接到此风奏报之后啊 他心理上啊 基本上就有了决断了 于是向着金川弦线 又下了一刀上誉 上誉 川山总督张广四 久敬边疆 金友领兵 进脚大金川 运筹统帅 勤劳冒住 着进驾 太子太保 熟都历史的人呢 都清楚 这仗啊 打成这个鬼样子 还给前线的统帅 加官进决 那么这朝廷期盼的结果呀 就只有两种 第一种啊 就是你张广四 接到这方圣旨之后 勒盔披甲呀 乘跨坐骑 出了你的营房啊 带着你的士族 冲锋打仗 你呀拼了去吧 好的结果呢 没准能够一股作气呀 拿下敌营 坏的结果也无非是 落在一个大丈夫 宁死朕前 没死朕后 这第二种结果呢 就是拔下你 肋上跨着那把战刀 横在脖子上啊 一下子抹脖子也就完了 死之前呢 给朝廷写封 悔过书 并且呀 和这个皇上交代清楚了 说自己呀 无能 不能指挥部队 以死谢罪 可是这会儿的张广四啊 已然猪油蒙心 哎 脑子呀 让屁崩了 他能想到这一点上去呀 仍然啊 是在前线 稀里糊涂的混日子 这会儿啊 这清差大臣班帝呀 又给乾隆皇帝奏报了 这方奏报啊 他不如说 是一封建议 这班帝说呀 这僧兵啊 您就不如选将 哎 他认为 现在呀 能来到前线 哎 这个提督震慑所有官兵的 那就只有一个人 这人是谁呀 哎 这人就是月中旗 哎 说到这个月中旗啊 咱们不陌生 当年呀 咱们蒋年更摇的时候 没少提及他 这班帝的信中啊 和乾隆皇帝说 哎 这月中旗父子 视为四川提督 久半土藩之势 这块的藩蛮啊 非常信服月中旗 哎 都被地里称呼他为月爷爷 在四川当地的绿营兵 和这些土藩兵啊 也都是踏实出来的人 只有他说话 他们才能听 最后啊 这班帝还不忘啊 向乾隆皇帝肯定到 扮蜀藩啊 实属驾轻就熟 您那就用他吧 哎 保证没错 这乾隆皇帝接到这方作报之后啊 心里琢磨琢磨啊 作了牙花子了 他说这个班帝呀 班帝 你这个举荐啊 等于没举荐 朕心中啊 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月中旗啊 不能派 那谁都知道 现在月中旗 父贤在家赎罪 那就是张广四所赐 并且这张广四 在雍正年参合月中旗啊 差点让这月中旗 在天牢里边丢了性命 这个时候 咱们把月中旗派上去 他借自己年事已高 称病不去呀 哎 咱们也是没办法 退一万步说啊 他即便去了 到了前线 跟这张广四 他合不合 还是一回事 这两个人呢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他能撂到一个湖里去吗 那有人就说了 这乾隆皇帝 这意思啊 明显是把月中旗派到前线之后 做这张广四的副手 那就不能 把这张广四换下来 让月中旗挂帅在前线 做这指挥战斗的一把手吗 不能 咱们呀 不留扣子 今天我就跟您说说 为什么不能 首先说 确如这个班帝所奏 月中旗父子 两辈子 京营四川 当地的藩蛮 无不忘其向背 月中旗要是说句话呀 那肯定比朝廷好使 可是啊 这乾隆皇帝和大清朝廷啊 做一根 就没瞧得起这金川前线的藩蛮 上来啊 平定金川就是一个方略 打 如果当时啊 要是想谈压 那就直接派月中旗了 这月中旗到了金川前线 就凭他这个老脸 给朝廷换来二十年的和平 不是没有可能 哎 当然就指这个地区 换句话说吧 一直能和平到 这月中旗死 可是这朝廷啊 当时就衡量到了 那你死了 不是这仗还得打吗 所以说呀 这当断不断 避留后乱 哎 早评判呢 总比晚评判强 再准啊 这乾隆皇帝和这大清朝廷啊 有两个小心思 其一 这月中旗啊 是真正的汉人 这里边就存在着 这旗汉不和呀 旗汉将领 互相都瞧不起 哎 您别瞧这张广四 张广四可不是民人 不是汉人 他是旗人 他是正经八百的 湘红旗汉军 再者呀 这乾隆皇帝也借地于 这月中旗的身份 那这月中旗是什么身份呀 这月中旗啊 号东美 那是这个四川老提督 月生龙的儿子 是这个南宋 抗金名将岳飞的 第二十一世 嫡孙 抗金 抗金呢 那这个满洲人是什么人呢 清朝的满洲人呢 实际上就是宋朝的 女真达子 他们呀 是一墨子 一个祖宗 所以 从雍正皇帝开始 到乾隆皇帝 就一直 不得喜欢这月中旗的身份 并且还总有传闻呢 说这月家要在这个四川做大谋反 哎呀 这个祖宗抗金呢 这个子孙呢 他就能抗青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呀 在用月中旗这件事情上 他挠了脑袋了 那么这乾隆皇帝 他会不会派这月中旗到前线呢 明天呀 咱们不能在这说 因为谁都知道 最后这月中旗是肯定奔赴了金川前线 明天呀 咱们要抽出一集的时间来 聊一聊啊 这月中旗和张广四之间的恩怨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微动力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